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想要五佛灵门 就多求地藏菩萨 一直给道友们讲地藏经的华言富贵 很多都是从法宝的本身来讲的 而离开这一佛法自身的华言富贵 在世间就更能体会 你看佛讲的 地藏菩萨在世间就做利益人天福德之事 而世间的福德 莫过于我们常说的五佛灵门 知道五佛是什么吗 很多人不了解 第一 福寿 有福 有寿 寿命 第二 富贵 吃 住的 用的 包括身份 地位都不错 富贵 第三 更要注意的 康宁 身体要健康 所以我们学佛人经常拜佛 拜拜佛消业障 身体很健康 如果学佛学到黑兽黑兽的 讲话都没体力 南无阿弥陀佛 鬼都被你吓死了 不要说人 我们要修到白胖白胖的 南无阿弥陀佛 人家一看有富贵气 要修到这样的 气质非凡 让人家一看 学佛的 不要修到黑黑的 瘦瘦的 走路又弯住腰 见到每个人都问讯的 因为他站不起来了 你好 要多念佛 看你这样子的话 谁敢念佛 对不对 所以诸位道友 康宁很重要 健康要注意 养生之道要懂 然后多拜佛 多行善 第四 好德 好机功累德 好行善 第五 善中 这是最主要的 这一条一定要注意的 走得安详 走得很自在 绝对不是地藏经上讲的 九楚床枕 求生求死 了不可得躺在床上 唉呦唉呦的 我要走了 一句话 走了 善中 一般叫做考中 大家有没有发现 墓碑写闲考 有没有 这个考就是考中 两个意思 显道德 教育下一代 第二种 这个人行善很好 所以他这一辈子 非常安详 善中 显考 第三 要弘扬孝道 弘扬这些文化 让大家把考中 善中文化和道理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们羊上的人不要行恶 行恶达不到显考 不要小看这两个字 与人善中才称得上贤比 那是贤惠的意思 那是相夫教子的意思 那是三从四德的意思 男中善中才算贤考 也就叫做人意理之性 温良公俭让 这个就是古文化 谁教的呢 我们的孔夫子教下来的 所以我们以前读三字经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现在很多人都不会了 不学不行啊 所以诸位地藏道场的道友 要达到贤考 贤比 教化后代 庇护子孙 让后代家族昌盛延续 可不容易啊 既然我们从百千万节当中 终于得到一次人生 能够得闻地藏经 能够得闻地藏菩萨 千万不要放过这种难得的机会 发行皈依地藏菩萨 皈依地藏经 可以享受人天福德 南摩地藏王菩萨摩赫萨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